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他们人品不好,会欺骗利用你 可其实,在社会生存,我们都得懂得一个道理 人心格度皮,不要随便地相信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好 人是复杂的,没有谁会一直单纯无邪 也没有让人一开始就觉得心机深沉 但在实际中,心机深沉的人确实人人不喜 日常生活中,心机重的人从脸上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他们很善于伪装自己 但他们的言行举止,通常都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做事滴水不漏,凡事都有目的性 日常中,我们在说到别人心机重的时候 大多不愿意继续与其来往 因为会有一种随时会被算计的感觉 会觉得和这样的人来往不纯粹 心机重的人其实是很有诚服的 在预事做事时 内心都会有一套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又很有计划步骤的考量 力求所走的每一步都能有所回报 他们喜欢掌控事物的走向也致力于 让走向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前进 因为不喜欢失败 他们常常会复盘全局 确保不踏错一步 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不浪费一点精力 心机重的人会让人容易觉得不真实 跟人交往总会觉得是带着目的性 即使你是真情流露的 也会让人感觉有隔阂 人生在世 那些人生中的不确定性 有时也会给我们很多惊喜 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在计划之内 才是有意义的 永远按照套路出牌的人 虽然精彩 但却不惊喜 那些无套路的 虽然千奇百怪 却给人生充满了奇幻和不确定的色彩 心机重的人确实更容易走得更远 但是走得远不代表自己就快乐 人活一世 并不只有出人头地 还有更多其他的意义 二 借心强 不轻易展示自我 我们常在电视剧中看到 那些深宫中勾心斗角的人 往往都会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股东身边有相同目的的人 替他们去操作 有时候为你好的 并不一定为你好 也许只是借你的手行事罢了 一个人的真实内心 并不是短暂的接触就能够了解的 往往需要时间来证明 因为这类人 一般不会轻易地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对周遭有戒备心 也不会让人窥探到自己所想 他们会习惯性地来伪装自己 就算再厌恶一个人 也会表现得很和善 对他熟悉的人 会觉得这个人伪善有心机 不熟的人会觉得这个人 真善良好说话 人际交往的时候 他们往往不会很快地 与他人达到交心的地步 等到别人完全地 真情实感地在自己面前展露无遗时 才会放下自己的心法 对他人倾吐真心 有心机的人 任何时候都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 他们喜欢以外视角来看待全局的状态 掌握全局 以值其者的身份来控制这一段关系 三 心思敏捷 善于伪装自己 生活的风风雨雨 是一把无形的刻刀 给每个人都叼了像 有的人活泼可爱 天真善良 带人真挚 有的人表面和善 背后下刀子 只为一己之私 性子深沉 眼神深邃 耐人寻味 常染人觉得这样的人 不可捉摸 难以靠近 人都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若是眼睛 让你觉得不舒服 充满了攻击性 你当然就不愿意靠近它了 而心机重的人 懂得掩饰自己 不会让自己的情绪 从眼睛泄露出来 会表现得很是人畜无害 单纯善良 无论什么矛盾 都不会把话说绝 会给自己留有余地 看似很善良 实则很会调动周围人的情绪 在真正了解之后 就会发现 这样的人 一般情商很高 脑袋聪明 但心思也重 看似软蒙好说的话 实则早已是权衡利弊 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人心是复杂的 在社会游走之后 更是如此 他们懂得揣摩人心 观察每个人 对于事情的反应 明白人情事故 让自己在最合适的时候 做出最佳的选择 心机重的人 有这三大伪装术 我们要读懂它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 伪装自己的表情 心机重的人 最懂得伪装自己的表情 这样的人 在遇到自己 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懂得 用不动声色 来表现自己 特别是当自己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遇到了他人的批评 和自责的时候 即使自己内心 充满了愤恨 但是 自己却能够面露微笑 装作低声下气的样子 接受批评 其实 这样伪装 却也是一种 为人处事的方式 我们大可不必苛责什么 但是心机重的人 他们是不会放过 对自己批评 或者指责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伪装 只是用来掩饰 自己的心情 等有了报复的机会 这些善于伪装的人 必然会暴露出 他们真实的嘴里 对曾经对他们 正常批评和指责的人 予以强烈的报复 当我们读懂了 这些心机重的人的表情 在日后的交往中 我们就要懂得防备了 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少吃亏 二 伪装自己的思想 心机重的人 往往还会伪装自己的思想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在一些利益纷争的场合 心机深重的人 他们也许 有着自己的想法 有着自己的计谋 但是 在重要的场合 在复杂的人际环境中 他们是不会轻易地 表露出自己的思想的 而是懂得先伪装自己的思想 而后 伺机而动 当然 心机重的人 他们这样的伪装 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是为了 是否有利可图 当遇到 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人在场时 他们还会 掩饰自己的思想 使劲地去巴结 有权势的人 比他们厉害的人 以此 寻找得利的机会 同时 当他们遇到矛盾激化的观点冲突的时候 他们也会伪装自己的思想 去鼓动观点冲突的双方争斗 等到其他两人两败俱伤的时候 他们才会暴露出自己的思想 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坐山观虎斗的人 是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的老翁 面对这样的人 我们要懂得辨别 才能和他们的交往中 及时地读懂他们的内心思想 避免被他们利用 三 伪装自己的欲望 心机重的人 除了会伪装自己的心情 伪装自己的思想 还会伪装自己的欲望 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物 即使很迫切地想要得到 但是 在众人面前 他们却会表现得很谦谦君子 而一旦自己喜欢的东西被拿走 他们就会在内心深处愤恨无比 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地 去搞一些小动作 让得到他所喜欢的东西的那个人 受到伤害 这样的人 有强烈的占有欲 却又能够在众人面前掩饰自己 一旦脱离了众人的视线 他们就会暴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 所以 这样的人往往比较阴暗 心机过重 和这样的人交往 我们往往会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心机重的人 也会遇到心思单纯的人 不能说是哪种性格更好或者更坏 这只是每个人对于外界的反应 以及让自己更好生存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 人人都不喜欢心思深沉的人 因为他们让人捉摸不透 看不到其真心而害怕 人们往往会喜欢那种 打打咧咧 把自己一切都暴露出来的 赤子之心的人 人是复杂多面的 不可能一直都有棱有角 现实会磨去你的棱角 在不触及底范 不做那些损人利己的情况下 有一点小心机不是坏事 这是人在成长后的一些自我保护 以及让自己更好的生存 现实生活中 不能太有心机了 但也不能太过于傻白甜 在自我防护的基础上 展现自己个人魅力才是最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